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Shay hi 你又没有在想我 怎么一想到你 我就不知所措 谁遇 从遇见你那天际 我是不是就深深爱上了你 不过爱你值不值得 我只要简单的快乐 不管是对错的选择 只要爱了就不会歌声 梦谁一抱着我 静静相拥着沉默 梦谁一看着我 一句若等就足够 梦谁一相信我 如果时间没有了你 爱情就失去所有的意义 梦谁一 梦谁一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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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谁你 梦谁一看着你 太好了啊 这样 那个 咱们就约在上次那个云役日亮 你们好好聊一聊 他们公司单子也多 如果你谈好的话 以后都是你 你知道我的脾气啊 我从来不喜欢喝酒应酬 做事就是做事 以前你不是不缺钱吗 你可以不用酬 可是现在你都缺钱了 看钱的面子上 去吧 为了你们家欠了乔飞 不也得接吗 好了好了 别啰嗦了 我去 我去 把地址发给我 拜拜 程太太 程家阳是您的儿子 您很在乎的 同样 乔飞也是我的女儿 我把她看得比我的生命还重 我能理解 你对家阳的感情 我不指望 你同样能理解我 但你不能当着一个母亲的面 去这样侮辱她的女儿 乔飞妈妈 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事实 自从你的女儿勾搭上我儿子以后 现在跟家里都闹翻了 连家都不回 连父母都不看望 你想想 我辛辛苦苦培养了我的儿子 培养了这么优秀那么有家教 可是跟你女儿短短的相处 怎么就变成了那么一个没有亲情的人了呢 那你也是母亲 你替我想想 如果你的孩子被别人抢走了 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孩子大了 我会尊重他们的选择 只要他们能幸福 只要他们幸福 可是我们这座家长呢 明明看到这两个孩子走在一起 是没有未来没有幸福的 我们就让他这么任性吗 袖手旁观吗 乔飞妈妈 我今天来就表明我的态度 乔飞 不可能做成家的儿媳妇 我和家阳爸爸坚决反对 程太太 我知道了 你今天来 是想威胁我 如果说这是威胁 那我就 我就换一种方式说 这两个孩子如果 依然那么任性 以以孤行的话 那是得不到我们做家长的祝福的 这对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明白呢 你要是这么说话 我无话可说 可我跟你不一样 我看到的 是孩子们的感情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有感情 他们太年轻 感情至上头脑发热 我不是说了吗 我们是明白人是过来人 婚姻不只是感情 再说感情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了 对吗 你是不相信你儿子 但是 我相信家阳 他有教养 对我们非非好 我相信 他一定会信守承诺的 我也明白 只有家阳对他好 他的家人 不会的 行 你既然知道了 那就劝你女儿 知难而退吧 你说婚姻 是两个人的事情吗 那是两个家庭的事吗 俗话说得好 竹门对竹门 竹门对竹门 一个人活在世上 就应该安分手机 干吗那么痴心妄想啊 有多大的头戴多大的帽子 够不着的东西 干吗去那么费劲呢 乔非妈妈 我真心希望我们两家 不要在这件事上 闹得面红耳赤 面子上面过不去 何必呢 这样吧 我知道我这次来 特别突然 但是我还是希望 你在养病期间 好好考虑 当然 我更希望在这件事上 快刀斩乱麻 还有 我希望 我们彼此之间的谈话 不要让孩子们知道 因为这是我们 母亲之间的约谈嘛 也是为了孩子们好 我真不希望 我们之间还会打 任何交道 我们的生活 本来就没有交集的 我可以帮忙 我可以帮我 我可以帮你帮忙 我帮他 我帮你帮忙 妈 想什么呢 这么出神 没什么 你吃饭了吗 没吃呢 我把饭带来咱俩一起吃 它有点凉了 我去给你热一下 我不喝 没事 等我一下啊 陈先生 厉害呀 这些资料我给了你才不到两天 你就成了生活专家了 没有没有 没那么夸张 我只是把以前翻译必用的 生化代名词给记熟了而已 你这个记忆力啊也是惊人啊 过目不忘 那当然 这我帮你推荐的人才嘛 佳阳能是我哥们 绝对属于高翻云大拿 人家送外号 翻译的王 王的翻译 杨哥以前你根本请不动把其来活的 那是高翻院不允许吗 他不乐意 傲着呢 现在是为了女朋友才出来挣钱的 程先生坚是性情中人啊 你这个朋友我就要定了 来 干杯 以后我们公司的翻译啊全靠你了 谢谢吴总 小杨 这是清酒用滚着喝没事吗 没问题 没问题 这翻译翻得好 这酒量肯定也错不了 来来来 干干干 吴总 我干了啊 谢谢 谢谢 霓菲啊 你先放这一会儿我自己弄吧 我来吧 妈 我明天给您下面条吃吧 今天佳阳还夸我面条下得好了 你说佳阳啊 我想起来了 今天这些护士们还说你们俩来着呢 聊我们什么呀 他们问我 是你女儿喜欢佳阳多一点 还是佳阳喜欢你女儿多一点 我跟他们说 这个我哪知道啊 妈妈觉得你啊 从小是在单亲家庭里长大的 在感情上啊 肯定会保护自己 不让自己受伤的 妈 我本来还觉得 自己不会沉迷于安静的 我们公司啊 这个翻译啊 这个量很大的 以后就全靠你了 来来来 来 再干一个 再干一个 谢谢 谢谢 来来来 我干了 我干了 好 来 吴总 借你一个 来来来 我今天能跟吴总认识 非常地高兴 我也希望能交你一个朋友 以后 你有任何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尽管找我 我一定给你把活干得漂亮 行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谢谢 谢谢 没事 没事 来来来来 没事 真没事 没事 来 吴总 很高兴 来来来来 妈 后来我才发现 世界上有两种儿子 有的人就是可以很轻易地 爱上一个人 然后很随便地就不爱了 还有一种人 就是不会随便地爱上 但是爱上我 也就放不下了 妈 我跟佳阳都是属于后面那种人 还好 加油 你疯了喝那么多久 兄弟我没事 我知道 我要把他们公司的单子 都借下来 你和乔飞的首付对 我用吐 来来来 坐在这边 小时候都能唱酒喝 你别出我心里忘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真的 你真没事吗 我真没事 我吐了我叫什么 高翻院 什么面 你得了吧你 什么事呢你去 就是 我们好哥原来在高翻院 那可是青年才俊 第三梯顿 作为年轻干部人血培养的 高翻院 那个地方可是 专业人才高大上了 那后来 怎么就别开除了呢 还不是因为我们好个实产 没什么心眼 犯小人了 水的胆这么大 敢害我们好哲兄弟啊 听说是个官二代 姓程 叫程佳阳 我跟他不共戴天 高翻院是大家开的吗 以后 有我没他 有他没我 就是那个程佳阳 工作上的 几对我们好哥不说 还抢了我们好哥的女朋友 乔飞 不要脸 还用虚弱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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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他够多了 你跟东子们讲识 兄弟 他是我可以的 不可以说乔飞知道吗 加油 加油 你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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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还是拼命啊 你听我说 张辉在俩泽国安局的机会还没消呢 你管不了那么多 他在说乔飞这能不能消灭 他在说乔飞这能不能消灭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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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飞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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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飞电话 乔飞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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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rom护电话 关注家语电话 loved the drama 小你可 Sha charity 交离 兇有没有 可 salah 我越来自 sitting 爱怒 小 course 说 接触 我就以全世界为敌 小飞 我爱你 好 电话给我 小飞 你们这是在哪儿啊 你快点送他回家吧 我先送他回家 好 走 走 回家 小飞去 小飞去 慢点 你干吗 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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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小飞 小飞好几天没理我了 我先去找他啊 他交给你了 你 你 醉成这样 你喝点 你喝点 好 乔飞 乔飞我爱你 我不能让别人伤害你 我要保护你 这样 放心吧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的 哈哈 你好 来 找我什么事 赶紧说 我该回家送点忙了 急啊 来 给你 给你和你做安息说 佳怡啊 那天晚上咱们说好一些 点你接戏的事 怎么就放我哥咱呢 我说了 以后不用你再帮我找机会 接什么戏了 为什么呢 没有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终于 终于想通了是不是 早就这样嘛 这条路不去就坏了一条路 为什么一条路走到黑呢 对吧 杨许东 你就这么瞧不起我是吗 我平时就不能当演员了 不是 不是你说的 没说我想通了 我顺着你说的呀 我是绝对不会放弃 我的演艺事业的 现在有一个 比爱在天崩地裂 是更好的机会找我 是由晶晶姐主演的 爱地动深游 我演女儿 跟我对手戏的演员 是著名影星小李哥 小李哥 小李哥 这么好的机会 怎么会选你呢 王许东 你会不会聊天啊 我的意思是说 你怎么会有 这么好的机会 我呀被你吓糊涂了 我这不是关心你怎么得到 这么好的机会的 我当然为你高兴了 可是这么好的机会很难得的 你告诉我 你是谁帮你了 是不是你去找那个 傲天了 怎么可能啊 我吴嘉宜是这么 没有骨气的人吗 是我认识的一个剧毒姐姐 她直接带我见的副导演 这个副导演 是导演的亲弟弟 登时见了我 直接拍板就定了 什么要求都没听 你什么意思 不是我是怕你被骗 王许东 你要是我的真朋友 你就真心祝福我 为我加油 为我打气 为我开心好吗 开心祝福啊 打气 这样吧 进吃按摩 我要两个 顺便加一瓶鸡手 三个加几手 你是不想肥死我呀 那我吃三个吃 你也不能吃 开机之后 你要充当我的司机兼经纪人 你吃胖了我怎么办 多丢人哪 你怎么开心怎么来 却太像话 对了 小飞 好折是不是找过你 我在高翻院遇上他了 你还借他钱了 他现在过得很困难了 他那是活该 你知道吗 他在背后说你 我不想知道 他在背后说我什么 至少在进高翻院的时候 他对我很好 他那是不怀好意 当然表面上对你好 他对我好 怎么就是不怀好意了 至少我们曾经是同事 我们现在还是朋友 我觉得他不配当你的朋友 就因为他被高翻院开除了 他现在没有工作是吗 我不喜欢你看人这么视力眼 我是利眼 小飞 你就因为一个好者 你这么说我 你知不知道他这人素质有多差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行了 行了 我们现在不讨论好者好吗 你可以不喜欢他 但我也可以保留我的权利 一起去跟他做朋友 我真的觉得你要说你的故事 特别莫名其 我觉得你在干涉我 我干涉你什么了 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知道吗 那没意思就别说了 正好我也不想说了 我干涉你做朋友 我给她 有什么事 舅舅点点还得抬 好 这样啊 来了 难得呀 金童玉女也能吵架 看不到你们秀恩爱 我的机会是不是来了 行了 哥 别添乱了 我烦着呢 我可真不是来添乱的 我是来给阿姨做检查的 比你有用多了 你老这样有意思吗 乔飞是我的女朋友 你老暗恋我的女朋友干什么 这你就不懂了吧 暗恋是成功的哑句 说出来就成了悲剧 可哪天乔飞被我感动了 就成了皆大欢喜的喜剧了 你就是想没事找事是吗 行了 你们俩别再说了 我现在要进去看妈了 你们慢慢聊 我也不和她聊了 我给阿姨做检查去 妈 阿姨 我来了 还有高医生 您的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 各项生化指标都正常 等明天CT和X光出来 如果情况稳定 您就能出院了 这些日子真是麻烦你了 高医生 您别客气 阿姨 在里 您是我的病人 在晴 您是乔飞的妈妈 我都得尽一切所能 让您康复 是啊 伯母 您就别跟我哥客气了 这都是他应该做的 话不能这么说 人家客气不计较 是人家大方 我们不知道轻重 那就是我 我对了 伯母 您误会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妈 他们兄弟俩说话就是这样 没事的 明天我跟嘉阳一起去看房 争取给您挑一间 带阳光的卧室好吗 看什么房 为什么要看房 伯母 您不是要出院了吗 我是觉得 乔飞住的地方太小了 我们想给您找一个 大点的房子 这样住起来舒服 没这个必要吧 外屋吃饭 李屋和飞飞两个人住 可以的 可是那个 我绝对也够大了 除非你不想让乔飞 配伯母睡 你有别的打算吧 你在这儿胡说什么呢 好了 不要吵了 这里是病房 好 嘉阳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可我出院 还是想回 飞飞的出租屋去住 其他的房子 我睡得不舒服 谢谢你了 可是房子我都找好了 嘉阳 我和飞飞都不喜欢勉强别人 也希望你不要强人所难 你们两个真的吵架了 乔飞 程嘉阳有什么好的 哥哥 我没跟你说错吧 走 咱们上车 你别抓我 程嘉阳 你放手 你给我放手 以后长本人了是吧 但是我告诉你 在我面前 没人能欺负乔飞 这句话我头上也送给你 你们两个烦死了 你怎么啦 你怎么啦 怎么不坐我车呀 我看你不是忙着吵架呢吗 你不觉得高嘉明很过分吗 我觉得你跟他差不多 在好哲的问题上 你也这么不讲道理 好哲真的不是什么好人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我重要还是他重要 你就不能因为你男朋友 疏远他吗 而且他毕竟追求过你 你就当我吃醋还不行 好 你这次说了我就会注意 我跟他之间的分寸问题 你说好话你吃什么醋啊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吃醋 既然吃了 那就吃成醋痰呢 你还说 你说你跟嘉明闹成那样 在我妈面前多尴尬啊 那怪他好不好 我跟你说他要不是 我给我早揍他 你刚刚变成醋痰子 现在又变成全猫 你怎么现在 越来越幼稚呢你 男人永远是孩子 我就幼稚了怎么了 跟你学的被你传染了 我现在也没有安全感了 你自己问题还赖到我身上 本来就是 徐东都说 就是因为我太在乎了 你你 别嘚嗓啊 快离我 你走开 你嘚嗓是吧 你嘚嗓我也嘚嗓 别嘚看着呢 谁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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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 你怎么知道 你最后 你快看了 你怎么看了 你真好 你怎么看了 你怎么看了 院里对翻译人员的宣传力度 会不断地加强 会大力培养 八零后的高翻人才 特别请了摄影师 给你们拍宣传照 大家去准备一下 拍宣传照有什么好准备的 我们底子好了 就是啊 不用倒是 高翻院出去 各点各 好 那你们就准备吧 佳阳 乔飞你们留一下 主任给金东玉女看下照了 别胡说了 未经证实的都是谣言 证实了以后才有喜糖吃 你们都看到了 自从你搞了这次求婚仪式以后 你和乔飞的事 在高翻院传得是飞飞扬扬 结票不小啊 我们正了八经谈恋爱 有什么问题吗 而且高翻院也没有规定 说同事之间不能谈恋爱 怎么可能有这种规定 可是佳阳啊 你和乔飞不只是同事关系 还是上下级关系 现在各行各业对这个度很敏感 要低调一点 谨慎一点总是好的 谨慎什么呀 我们俩犯什么错误了 我们需要谨慎啊 我们俩犯什么错误了 你好好说话 那我说真假呀 我真弄不懂你了 你平时通情达理的一个人 怎么一牵扯他乔飞的事 你就不那么理智 我再说一遍了 高翻院是单位 不是私人场所啊 适当地注意一下 还是应该的嘛 行了 今天就说到这儿 你们俩快吃饭去吧 你别不高兴了 主任也是为我们好 我就不明白了 我们俩谈我们的恋爱 关他们什么事啊 主任确实是从大局出发 你妈妈也说过 咱俩是上下级 这样确实不好 我不在乎 田主任刚说文 你就这么明目张胆 我就这么明目张胆 理智气壮 光明正大 你什么成语词典呀你 我还会一起成语 别一句啊 我爱乔飞 你小女士 走 小哥哥带你吃啊吃的下 吃什么呀 喝饭 你先去找个地方坐吧 我来买 我什么时候这么懒了 我就是想重重你还不行啊 那你快点 小天 你先去找个地方坐吧 我来买 我什么时候这么懒了 我什么时候这么懒了 我就是想重重你还不行啊 那你快点 小费 上次你说能帮我找工作 帮我问了吗 我真的山泉水进了 你帮我一帮 好着 看谁的短信呢 看那么入迷 佳怡 他今天晚上约我 今天晚上 别去了 你就重色轻友一回 我刚刚顺利完成了 那个生话的翻译 我又接了个同传 还想跟你煮光晚餐 庆祝一下 别瞎花钱了 存着吧 也对 存着钱给你老婆有勇气 今天伯母说她不想租房 我觉得你在劝劝她们 那个房子实在太小了 我妈说得对 她也不想你有 太大的经济压力 我未来的丈母娘 这么不了解我呀 她不知道我有多优秀 多能赚钱啊 少不秦呢 真的 你出去在翻译街打听打听 只要我程家洋一出 好多女孩在异录 什么女孩 异录什么呀 她们都说啊 长得帅的都没我翻译得好 比我翻译得好都没我长得帅 你就嘚瑟吧你 我有什么可议论的花吃 吃醋 对吗 你肯定吃醋 没有 没有 还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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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多吃点醋对身体了 有 有 有 放多了 有 放多了 那么难吃啊 没事 这菜我来吃 你别吃了 没事啊 怎么了 有那么难吃我来 其实没那么难吃 我只要觉得吧 你已经泡在醋毯了 你不能再吃酸 程佳阳 快吃 快吃 对了 你有朋友公司在招聘什么之类的吗 怎么了 我有一个朋友在找工作 他也是高范院毕业的 什么行政文书之类的都可以 反正外语是强项 我朋友徐东嘛 他认识的人多 嗯 那到时候你直接把公司资料 给我就好了 行 又是你师弟师妹啊 嗯 包在我身上 你今天晚上真的不跟我庆祝吗 我约佳怡了 你翻译完了早点回家休息吧 我很失落啊 你们不用失落 那么多女孩子在讨论你呢 你今天晚上跟她们去庆祝 烛光晚餐 行 我约几个人 七八个 七八个 今天啊 今天出品家的表情 在家里面的表情 我希望你们更多的机会 再过来尝试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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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吃八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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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阳我是学法语的 学买的大高比较大高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她叫乔飞 也是学法语的 乔飞 她真幸运 对 佳阳可以和你合照吗 好啊 咱们一起吧 好啊 一起 快点 快点 好啊 不好意思 你接个电话 喂 伯母 你找我 我现在结束了 马上过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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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乔飞说您喜欢吃梨 所以我就买了点梨给您带过来 谢谢 好 好 好 菲菲今天不来 佳阳 趁她不在 你坐下来 伯母想跟你好好谈谈 好 佳阳 你是个好孩子 伯母 别这么夸我 我觉得我对乔飞还不够好 是 你没有办法让你的母亲接受飞飞 我母亲 你妈妈来看过我 她说 她坚决反对你和飞飞在一起 伯母 我们的事情和我妈没有关系 我是我 她是她 不要说让你妈妈伤心的话 我也是做母亲的 这种根深蒂固的血缘关系 是没法砍断的 或许 你现在认为 你对飞飞的爱情很重要 可你要知道 婚姻最后最大的敌人 就是岁月 爱情会变成亲情 到那个时候 两个家庭的关系 是否融洽才是最重要的 伯母 两个人结婚 是关乎到两个家庭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是这两个人够不够相爱 你们还太年轻了 我觉得这跟年轻年老没有关系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两个人如果相爱 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我问过飞飞 为什么不答应你的求婚 我问你 见到你的母亲 我才明白 飞飞有多要强 就有多脆弱 这个你应该知道 我不想让你的母亲伤害飞飞 更不愿意看到我的女儿 越来越在意你 最后 你还是和她分开了 我绝对不会跟乔飞分开 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 有绝对的事 在我这儿就有 只要乔飞愿意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 可你妈妈是一个很强势 也很坚决的 我比我妈妈还要坚决 伯母 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如果两个相爱的人 两个人的婚姻 要是还被父母的意见 所左右的话 那只能说明一点 这两个人不够相爱 我程佳阳绝对不会这样 佳阳 我愿意相信你 但我不愿意非非伤心 请你冷静下来 考虑清楚了再坚持 真正的坚持 不是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决定 而是在最长的时间里去行动 佳阳 我愿意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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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不愿意非非伤心 真正的坚持 真正的坚持 不是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决定 而是在最长的时间里去行动 因为人生最后的时间里有没有 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我不能跟乔薇说话吗 你不是因为吴佳怡 我跟佳怡见完面 就想要另外看一下你 我刚从博木乱说 他说你今天不会来 我去看她之前 先跟嘉明论一下妈的病情 是啊 你别忘了 我是阿姨的主治医生 你断不了我和乔飞的联系 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事情瞒着你 你不相信我 我怎么解释的命令 如果要是我的女朋友 不管怎么样我都信任你 你给我闭嘴 这回连哥都不叫了 我们走 我还没和她谈完呢 好 我们接着谈 我来这里等 你在这边瞪着 我不想谈了 嘉明 要不然你先走吧 你是说让我先走对吗 你是不放心我呢 还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啊 这么怕我把你女朋友抢走了 我告诉你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你担心也没用 我再问你一次 走吗 嘉明 我现在还不能走 你先走吧 你不是爱乔飞吗 他让你走了 你还不走 好 我走 我在楼下等你 我希望你快点走 我希望你快点走 走 走 乔飞 你别说你不下来了 你要是再不下来我就真生气了 乔飞 乔飞 你就知道乔飞 爸 你多久没回家了你知道吗 你给我回来 我妈在吗 怎么了 你妈在家你就不回来了 不让你和乔飞交女朋友 你就不认父母了 你赶快跟我回来啊 马上 立刻 好好好 我马上回去 来 熬药吃了 嗯 嗯 妈 你是不是去找过乔飞的妈妈 人家妈妈刚动完脑部手术 你怎么能这么跟人家说话呢 我 乔飞 乔飞 乔飞把你变成什么样子了 你心里还有父母吗 你妈今天的血压 一下上去了一百八十多 她心脏还不好你知道吗 我让你回家是想让你妈消消气的 不是让你给她添堵的 妈 对不起 是我不好 行了 不要再说了 娇阳 今天在家里 我不希望再听到你提别人的名字 行吗 那个周末啊 是你妈生日 你和你哥都给我回来 老程 我们抓紧时间吧 明天我还有个签约医生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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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 慢点吧 慢点啊 慢点啊 这是照片 来 来这儿 夹着 这夹着是吧 对对 松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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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头发干什么呀 干什么 阿姨请假不在家 回去了 你看你妈头发 长出多少白头发来 明天有个重要的会议 不咋些吗 你 你别那个弄得我脸上到处都是啊 好 好 好 我先看看 爸 我来吧 你这白头发越来越多了 你看你看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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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要染头发就去理发店染多好 我不在家 我爸哪会弄这个呀 都不知道最近一两个月 我那白头发想蹭蹭蹭地往外长 我上美发店吧 那些小姐老说 程太太你看看你的白发 最近怎么出了那么多呀 你说我听了这个话 心里特别别扭 我不爱去 你妈现在上了年纪啊 小孩脾气 妈 以后每个月我都回来给您染头发 有你这句话 我心已灵了啊 这样我们把你哥叫上 这个周末一起回家吃个饭 我不过生日吗 咱们开开心心 就此人 好 你多回来 爱像奔跑的蜗牛 晃悠悠 被囊里预备的温柔 精心保留 在拥挤人群里等候 我平平平回首 直到你出现才罢休 离开我的界限 你是我的终点 你是我的终点 回来多少冒险不后退 永远不算远 爱情的旅途 爱情的旅途要攀登多久 一步步追着你走 有时是朋友 有时想对手 有时害怕爱的不够 慢慢的爱情 慢慢的享受 再追上你以后 好 好 你的 好 继续 你 好 很 好